大家好 咱们知道啊 现在这个随随便便打鸟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啊 万一你打了一只发现是保护动物 那罪过可就大了 有的人判了无期啊 虽然那个提前释放 那也做了好几年的老 那你说这个古代让不让人打鸟啊 如果打了鸟的下场会怎么样 今儿呢 咱就聊了这个啊 古代民众和今天啊 其实一样的啊 都不允许打鸟啊 不过呢 这其中和保护野生动物没啥关系 今天是为了这个环保啊 保护野生动物 尤其是国家珍稀的那种保护动物啊 那么古代不是因为这个 那因为什么呢 从先秦时期啊 各国山林救了归属 属于这个国君的狩猎区啊 或者呢 是大兴土木的这种木材基地 国君专门设立鱼棍进行管理 那在春天万物复苏繁衍后代的时候 这片邻区呢 是严禁民众进入 有胆敢犯进者 左脚先踏入山林就斩断左脚 右脚先踏入就斩断右脚 连树林子都进不得 那普通民众就更别想钻林子里打鸟了 虽然国君禁止民间捕鸟 但是架不住国君们爱玩鸟 他们都不能自己下场去抓啊 是吧 堂堂的一国之军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亲自抓鸟 这推丢人 所以大部分时间呢 就是让底的人呢 给他们进贡 所以很多这个捕鸟的活动啊 都是以官方的民意 进行捕捉和这个进献 如果要是有大臣想要进贱啊 那也会通过进贡鸟的方式来完成啊 你比如咱们讲过那个黄泉贱母那个故事 是吧 郑庄公不待见自己的亲妈 把太后呢 赶出王宫啊 不跟她见面 所以手底有一个大臣叫银考书 就抓了几只猫头鹰啊 来到宫中 庄公不认识啊 这是什么鸟啊 是吧 因为这个没在树林子里待过 他没一见过这个 就问啊 这个是什么鸟啊 这王 这是好鸟 坏鸟 这给我银考书说 这东西啊 叫萧 小时候呢 他妈把他养大 等他长大了之后呢 他不孝顺啊 就把他妈呀给吃了 这种鸟既然不孝顺 所以我把这种鸟啊 就进贡给您 您先把他吃了 其实呢 就是暗搓搓的讽刺庄公 后来这个郑庄公果然在这个银考书的劝说之下 重新跟亲妈见面啊 不是 他不是发下毒誓吗 不到黄泉不见面 随随办的挖地道 就表示到黄泉了 跟他妈在地道里见面 这也算是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赌来的这些鸟啊 在竞选国军之后 除了拿在手里把玩 也会把鸟呢 当做这个两国互赠的礼物 你比如说齐王呢 就派遣使节 把这个湖送给楚王 但是刚到楚国啊 这鸟飞走了啊 结果这个使者呢 不慌不忙 带着空笼子去见楚王 见到楚王之后啊 他就跟楚王讲 说这个齐王呢 让微臣来给大王献湖 途经水上 我不忍心看到这个湖受渴 就把它放出来喝点水 结果这鸟呢 趁机就飞走了 我本来想自杀 但是怕大王您担上 因为鸟受玩物而使世人自杀的恶名 找到这个相同的鸟啊 很容易 但我实在不忍心欺骗您 我本来想呢 跑到他国 但又惧怕齐楚二国 因此断交 所以我特来向大王认罪 这一串彩虹屁很快就把楚王吹晕了 楚王不但没有责罚他 还赏了他很多财物 当然了这个捕鸟的用途啊 除了把这鸟拿来玩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收他们的羽毛啊 这是一项战略资严 当年秦惠文王吞并巴蜀之后 发现这个巴蜀地区啊 秦类众多 就给当地呢 摊派了一项任务 要求当地民户 每家要交纳三十只箭所需要的羽毛 而这种羽毛呢 它不是随便抓只鸟就能完成的 而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秦类 每年因为交纳不够数 导致家破人亡的数不胜数 就连官吏也会因为收不上来羽毛 而摊上罪责 从这个人民公徒啊 变成这个人民囚徒 还有一种羽毛呢 被装饰在帽子上 兵马俑当中呢 秦军的这个将军俑 头上戴的这个帽子啊 叫鹤官 后世呢 也称之为五官或五变大官 这种鹤鸟呢 长得像大后的斗鸡 经常跟同类争斗 基本上呢 会把对方斗死 才肯善罢甘休 因此呢 这个武将的头上插上这样的羽毛 以彰显战斗精神 清朝这个官帽上的花铃啊 三品以上是孔雀的羽毛 四品五品就是这种鹤鸟的羽毛啊 就斗这种鹤鸟的羽毛 因为这个羽毛呢 实在是好看 所以官方呢 也不仅把羽毛呢 装饰在官服上啊 而是用在其他饰品上 宋仁宗朝刘太后册封的时候 佩戴的一天官啊 就是由珍珠和翠鸟的羽毛装饰而成啊 本来呢 这种装饰过于豪华 民间根本消费不起 奈何宋朝商品经济发达 富人们呢 也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 民间呢 甚至出现一种专门靠捕鸟 和装饰羽毛为生的手艺人 眼看民间风气这么兴盛 统治者开始坐不住了 如果人人都比阔 人人都去抓鸟 到时候谁都能用黄屎的装扮 这还多了 因此呢 从北宋开始 官方就逐渐禁止羽毛专事 甚至呢 连官员都不能用 一旦用了 就开除科举出身 虽说皇上不让别人用 自己可是一点没少用 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呢 甚至发明了点翠装饰 在翠鸟还活着的时候 拔下羽毛 做成各种工艺品 所以咱们今天在博物馆 看到明清时期的很多女性的饰品 很多都是点翠工艺 包括这个以前京剧舞台上 弹绝带的那个官 好多都是点翠的 现在这个都是换成仇子的 点仇的 但是这个点仇跟点翠啊 灯光一照 你就看得出来 点翠发的那光非常柔和 就像瓷器发的光 点仇发的光就是那种贼光 就像玻璃发的光 所以这个点翠官 现在这个谁还要有那么一顶 那肯定得大几十万那种啊 那都基本上都是因为现在翠鸟的时候 国家珍惜保护动物是绝对不能再做的了 那所以这个点翠官 那都是就是1949年以后啊 就是50年代60年代 甚至就民国的时候 这个保留下来的啊 除了收集羽毛用作装饰 古代皇帝捕鸟呢 还是用来改善伙食 那不过这种喜好呢 一定要有度 如果不加节制 后果不堪设想 西周时期 昭王听说楚国盛产野鸡 点名要楚国呢 禁贡这个野鸡改善伙食 没有到楚国不给 天子震怒之下 直接发兵攻打 楚国地处蛮荒 民风彪悍 天子的人马在战场上 没占到啥便宜 只好班师回朝 回国途中 大军路过汉水 天子强征当地民众 给大军造船渡河 面对大王的遗址气使 民众呢 出攻不出力 造了一堆残刺品船 该拿钉子的地方用胶水 该用胶水的地方用吐巴 结果天子的船 刚开到汉水中心 船体开裂散架 周朝王呢 因此灌了个水宝 变得栩栩如生 大王的尸体 被运回浩京之后 大臣们觉得 一位君王 竟然为了一只野鸡 御驾亲征 实在太丢脸面 于是经过商议 向天下公布 昭王暴命而轰 尸体草草埋葬 昭王难寻法储失败 也成为周朝 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一千多年后的辽国 也因为相同的原因 被灭了国 辽国呢 在统治中国北方的时候啊 治下有很多 相对独立的部落 这些部落呢 会按时给辽国上贡 求得官方的册封 在所有的贡品当中 辽国统治者最喜欢的 就是女真部落送来的海东青 这种猎鹰 由于辽国末年上道皇帝 下道百官都喜欢打猎 所以这个海东青呢 变得供不应求 辽国人甚至派人 深入女真内地 索要贡品啊 这些官员呢 被授予银牌天使之职 他们借着催贡品的机会 吃拿卡药 贪得乌宴是无所不求 甚至呢 要求女真部落中的年轻女子 赔床侍寝 女真人对辽国官员的行径十分不满 纷纷的揭竿而起 辽国无法歼灭这些女真部族的力量 于是选择以一致一 扶持女真族中的个别部落 来对付其他部落 这样一来 完颜部得到重用 迅速发展状态 完颜部在短时间内 逐渐成为女真各部的领袖 最终统一了整个女真 紧接着首领完颜阿古达 在1114年建立金国正式称帝 此后呢不断对辽国发动进攻 辽国屡战屡败 国土不断沦丧 1125年最终被金国锁灭 那这么一看 引发辽国灭亡一连串蝴蝶效应的 就是一只海东青 总的来说呀 古代打鸟这种事屡见不鲜 官方虽然明令禁止 但是呢始终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因为官家就没以身作则 自己都带头打鸟 还把鸟当成睡 让别人给他们上供 也就是说允许了打鸟的行为 这样一来 官方不许的这种禁令 就成了一纸空文 你只许周官放火 是不许百姓点灯 也是古代绝大多数禁令 名存实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 关于古代打鸟有什么后果 咱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